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私下与丈夫结婚20年的曾心梅 至今没有怀孕身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曾心梅的故事 曾心梅出生于1970年8月6日 本名曾小平 虽然现在很受观众欢迎 但当年她刚出道时 却一度被外界嫌丑 甚至骂她长这样也能出唱片 她也坦承那时候年轻 心绪很容易受影响 常常会感到自卑 甚至还会难过到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更感叹歌星这条路不好走 除了会唱歌 还要长得美会搞笑 而当时自己好像没有任何优点 失去自信的她 还有过亲身的想法 而在获得如今的陈旧后 再回想过去 她又很庆幸自己当时没做出傻事 她的陈名之作《天公腾汉人》 是无数歌迷心中的不败金句 在歌坛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她一路走来 确实经历过不少挫折 但一步一脚印攀上事业高峰的过程 却也是值得珍藏的回忆 她还表示 17岁就出道的她 当年最珍惜的 就是已故父亲对自己的支持 之前 因为母亲的缘故 她报名参加了歌唱比赛 没想到却一战成名 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 刚开始成为歌手时 她将收入全数交给母亲管理 借此协助偿还家中债务 因此并不清楚实际收入数目 出道5到10年后 母亲才逐渐将财物交还给她管理 并再三叮嘱 把钱好好存下来 将来买房子 她刚出道时 全家为了她搬到台北 父亲开设了银饰店并担任工匠 可惜父亲已于多年前离开 后来银饰店由母亲接手 回想起父亲时 她说到 虽然父亲总是异父严肃的面孔 也从不跟孩子互动 但她每次到处比赛 都是父亲开车接送陪同 她还强调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个歌迷 每次说起都有感而发 称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是从没跟父亲说过我爱你 因此她总奉劝为人子女应及时行孝 并说别等父母走后 才遗憾没和他们多说几句话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得知她要进入演艺圈 身为她亲舅舅的喷恰恰 还曾打算动用人脉相助 怎料却遭到她一口回绝 喷恰恰在事后 除了解释两人的关系外 也倾诉了对外圣女的心疼与不舍 曾兴梅则笑回 当时不想靠关系 也不想鼻孔跟舅舅一样大 从两人有说有笑中 看得出来 虽然她不愿靠舅舅的关系 但私下她们依然十分亲近 初到至今 她曾夺过不少比赛冠军 也唱红过不少 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歌曲 还两度获得金举奖的肯定 这许多成就 也是她对自己最圆满的交代 身为长女的她 当年为了赚取生活费 努力卖唱 她表示 过去的自己 赚钱非常贪心 总是能赚就多赚 直到后来 她逐渐淡出歌坛 在2003年 与潜水夫教练郑文祥结婚至今 感情一直很稳定 生活虽不如从前风光 却也过得甜淡幸福 她也因老公的缘故 爱上了潜水 已有十多年的潜水滋历 但之前夫妻俩去绿岛潜水时 却差点命丧大海 据媒体报道 当时她们正身处深达20米的大海中 正在拍摄水中生物的她 一回头竟然看到一名前客 而且对方在抢她老公的氧气瓶 她立即游回老公身边 与老公轮流使用氧气瓶慢慢浮上水面 才结束这场惊魂祭 事后她说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很危急 如果不能紧急上去 还有可能当场的潜水敷病 肺炮破裂后人就没了 当得知抢气瓶的男全客 拥有救人执照后 更是气得她当场吐槽 救人 这是被救吧 但尽管如此 夫妻俩依旧没有放弃潜水的爱好 后来有次参加活动 主办单位特别送上比基尼 与马尔蒂夫机票慰劳她 她开心地说 来年结婚周年的时候 刚好可以去潜水庆祝 此外 她与老公早有不身子的共识 被问到在浪漫的马尔蒂夫 会不会意外身子时 她笑说 不怕 因为早中晚都会潜水 回饭店只会累到当场睡觉 关于婚后生活 她还曾于演唱会上 开心地感谢包容她的老公和公婆 公婆给小两口留足了私人空间 让她直呼真的是嫁入好门 与丈夫感情超好的她 还曾自信满满地喊道 绝对不会跟老公离婚 夫妻俩住在士林 离夫家 娘家都非常近 一家人相处融洽 过去生日时 细心的婆婆还特地提早帮她庆祝 让她非常感动 被问到不生小孩的原因时 她说出了一段令无数人动容的心里话 称自己的小孩就是妈妈 所以要用全部精力去照顾她 婚姻幸福的同时 她也积极地与老公规划起老年生活 并做起了副业 她自己也坦言 之所以会经营副业 是为了要慢慢弹出演艺圈 她知道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 唱歌也不能唱一辈子 虽然还是热爱唱歌 甚至接下地方电台的歌唱节目主持 但是对于出新专辑这件事 她会开始觉得这时代已经不适合发片了 也是这个想法 让她在为歌坛新人乐台时 只愿自己要渐渐隐退了 歌坛时代更替 想要出头就要将歌曲和现代作结合 这也让她开始担忧 如此改变会不会让原本就在的歌迷不习惯 虽然没有了发片的计划 但她还是很愿意为喜爱她的歌迷 继续演唱经典京剧 她也进一步表示 自己只是随便唱唱 把机会留给别人比较好 而被问到会不会举办分卖演唱会时 她也开玩笑说 告别应该要等到快走的时候再说 最开始经营包子副业的时候 还曾被客户调侃 说她选择卖包子 是因为唱歌唱不下去了 对此 她不以为意 专心放下歌后身段 做自己的手工包子和馒头 并评级好口味 获得顾客的认同 回想起出道前 被嫌长相丑的经历 她在转换新京后笑说 现在是丑的有尊严 其实婚后她并没有经济压力 不过自认当包子店长 属灵前记账 收入虽有大落差 内心却很踏实 她还笑说 卖包子的时候 每月元业额近15万元 但扣除水电费 及人事成本和电租 想要回收开店时投入的 百万元资金 要经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开展副业的另一个解释 她则说 以后老了 至少还有一件事可做 不想因为看电视 看到变老人痴呆 在营业相当不错的同时 她也尝试了扩店卖兵 还把一间店面送给新婚员工 可说是相当不错的老板 不料 后来却传出 她手上的四间店面 都已经收掉 收入惨淡 让她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而她更是透露 其实是政府的政策 害她根本不能赚钱 她说 除了原材料上涨 员工年纪大 无法附和手工包子的制作外 她曾想要出资 用自动化的设备制作包子 但因为没办法完美生产 最后只好放弃 加上政府推出 一例一休 疑似除了物料成本 人事成本也提高 让她最后只能无奈把店收掉 不过她也表示 后来跟朋友吃冰之后 发现其实也可以开专门的冰店 因此又投资开了冰支援 不止成本降低 还有很多粉丝过来捧场 让她终于可以停止亏损 消息传出后 网友的看法呈现两极分化 有网友认为有福报的人一定会成功的 但也有网友认为 讲这种话 不知道以前是多颗待员工 甚至还说她不是良心企业 对此 她都是一笑置之 丝毫没有影响到经商心态 经营多年 现在对她来说 副业不再只是投资 而是重实敏感 至于先前经营的包子店 也算是误闯误壮 没有想到当时会参红 更是为了做公益 即使收入不丰 她也坦言因为学佛后 自己可以算是做一工 即使包子店都瘦掉了 她也在冰店继续努力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人 其实早在2015年时 她就已经开始在工艺单位 学习煮菜 切菜及洗碗等基本功 用谦卑认真的心态 去接触所有的事物 凡事都亲力亲为的她 就连水沟也亲自卷起枯管来清 还坦言一开始心中有个坎 总觉得自己是个歌手 却要去清水沟 后来转念想开 将身段全放开 用心接纳新事物 前段时间 她又将经营近三年的冰铺原址 改装扩大 除了冰店时期的经典冰品 和招牌杏仁茶外 又加入油饭 葱油饼及鲜肉馄饨汤等 咸式餐饮 一直成为全新的团聚品牌 展店当日 她以一身黄色利落裤装 准时开门迎客 远然是餐饮女大亨的模样 开幕当日 风和日丽 让她感恩地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她也提到经营餐饮最艰难之处 就是做出迎合大众口味的美食 不是只有她和股东吃了就散 而是要综合正反意见 再加以研究融合 压力超级大 为了展店 她还赤字请来文创团队打造包装 光是设计和装潜 就砸下新台币250万至300万元 但后来还是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 尽管各个管道都用上 还是找不到合适员工 只能在2022年10月忍痛收摊 曾欣梅受访谈到 未来应该不会再做生意 目标就是好好把歌唱好 跟员工感情很好的她 还把店面跟基隆厨房的身材工具 全都给了其中一名单亲妈妈 希望曾欣梅早日迎来新的事业 也祝愿她生活幸福天天开心